全红衬与家人合照引发热议 网友惊呼 他和弟弟简直是一对双胞胎 妹妹却像个外人 这一幕不仅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潮 更让人对这位年轻冠军的家庭产生了好奇 10月5日 网友在某警区偶遇全红衬 身穿一袭绿色衣服 宛如春天的使者 田静自然 仿佛刚从童话世界走出的公主 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 那孩子显然是她的心头好 无论走到哪里都离不开她的怀抱 这种亲密的举动 让人不禁感叹全红衬的温柔与细腻 尽管她在跳水池中是个坚毅果敢的女战士 但在生活中 她展现出的却是一个普通女孩的温暖与亲情 这一幕 似乎映照出了全红衬心中那份纯真的渴望 与小女孩的依恋 彰显了她身为姐姐的责任与温情 这个孩子或许是她心灵的慰藉 是她在繁忙训练和比赛之间 所寻找的片刻宁静 全红衬不仅仅是一位奥运冠军 更是一个心中满意母爱与家庭情感的女孩 在这次偶遇中 全红衬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当天的照片和视频 毫不掩饰自己对家人和生活的热爱 她与三姐妹及弟弟共同体验了簪花 显得格外欢乐 照片中 四个兄弟姐妹的笑脸灿烂 仿佛在诉说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全红衬的姐姐和妹妹都化了妆 而她却选择素颜出镜 简单而真实 这份自信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平和 这一家人似乎被基因的强大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照片中的他们仿佛是由同一颗星星派遣下来的使者 特别是全红衬和她的弟弟站在一起时 简直像是一对双胞胎 网友们纷纷评论 弟弟比全红衬更像她 这样的说法引得不少人忍均不禁 毕竟兄妹之间的亲密与相似感 让人感到无比亲切 可在他们身上 似乎还蕴藏着一种深厚的感情 或许是因为不常见面 让这份亲情显得更加珍贵 与弟弟的默契相比 全红衬与姐姐之间的关系 似乎更为温婉 姐姐展现出一种典雅的气质 温柔地看护着身边的姐妹 她的美丽不仅在于外表 更在于那种细腻的内涵 仿佛时刻都在照顾着身边的妹妹 全红衬的妹妹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脸庞圆润 身材偏胖 站在四人之中 似乎成为了这个家庭中的外星人 即便如此 妹妹与全红衬之间却是最为亲密的 她们的互动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这张合照中 妹妹的模样和性格 都与其他兄弟姐妹显得不太协调 令人忍俊不禁 无论从长相还是体型 她与其他人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但这样的差异 却在家庭的温暖中显得毫不突兀 她与大哥有些相似 似乎在家庭中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全红衬和她的妹妹 无疑是两种不同的气质 活泼可爱的妹妹 总能吸引全红衬的目光 与她的亲妹妹不同 全红衬对那个小女孩的喜爱 显得更为特别 她晒出了与小女孩亲吻的照片 温柔的笑容透过屏幕 传递着她对生命的热爱 或许 这种深厚的感情 是她在繁忙的职业生涯中 难以得到的 是她内心渴望的陪伴与爱 这样的温情瞬间 让我们看到一个 更为真实的全红衬 她不仅仅是赛场上的冠军 还是一个真实生活中 每一份情感的普通女孩 在网友的热议中 大家不禁思索 全红衬家谁长得最好看 这样的讨论在社交平台上 层出不穷 仿佛成为了与全红衬互动的一种方式 不同的声音 让这场讨论变得生动而有趣 有人夸赞全红衬的外貌 认为她的清纯与坚韧 是她的魅力所在 也有人对妹妹的可爱表示欣赏 认为那份单纯无邪的笑容 更加动人 无论怎样 这样的讨论都让全红衬的家庭 更加生动鲜活 在这样一个充满温暖与爱的时刻 全红衬的故事正如那张家庭合照般 映照出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她的坚持与努力 不仅源于个人的追求 更是在于她对家庭的眷恋与责任 在每一次的比赛背后 或许都有这样一群亲人默默支持着她 他们的笑容与鼓励 让她有勇气迎接每一个挑战 全红衬的回归 赋予了这个平凡的家族新的活力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她与家人分享的每一个瞬间 都显得弥足珍贵 那些与家人共同度过的时光 不仅是生活中的点滴 更是生命中无法磨灭的记忆 这些瞬间成为她不断前行的动力 也成为她心中那份难得的温暖 通过这样的互动 全红衬与家人将生活的喜悦与烦恼 分享给了世界 无论未来的道路多么艰辛 她始终艰辛情是她最坚实的后盾 在这个属于她的舞台上 她与家人一起书写着 每一个温暖的篇章 这样的故事 不仅仅是全红衬个人的旅程 更是每个家庭 共同追寻幸福的缩影 全红衬所展现的 无疑是一种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执着 她从未忘记 自己普通女孩的身份 在跳水台外 她也渴望着 与家人共同享受简单的快乐 在她的眼中 家庭的温暖与陪伴 远胜于外界的光环与荣誉 无论将来如何变化 这份情感始终是她心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正如那张合照所传达的 家庭的力量 在于彼此间的理解与支持 无论生活的波折如何 都无法阻挡 她对家人的热爱与追寻 全红衬的每一次跳水 都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与梦想 而她的每一个微笑 都是对生活的热情回应 在这段充满情感的旅程中 她将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带着家人的爱与期待 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 这样的全红衬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理解和珍惜 在她的故事中 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运动员的成长 更是一个普通女孩 在生活中寻找爱的勇气与坚持 每一份真挚的情感 都是她通往未来的指引 在这段旅程中 家人与爱将始终伴随着她 成为她追梦路上的光芒 此外 在最近的一次聚餐中 这位年仅17岁的跳水女神 再一次让人刮目相看 国庆假期 她和家人相聚 选择了一家热闹的火锅店 享受着满桌的美味 这一幕不仅吸引了餐厅里的顾客 连厨师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毕竟 谁会不想亲眼见到 这位小小的奥运传奇呢 全红衬的身影 在火锅的蒸汽中若隐若现 羊肉 牛肉 鱿鱼和新鲜的海鲜 在锅中翻滚 旁边的蔬菜 则像是一场盛宴的背景 虽然桌子上摆满了 令人垂涎的美食 但有趣的是 这位年轻的冠军姑娘 却从不浪费 吃不完的菜品 总是坚持打包带走 这让不少旁观者心中暗笑 这位打包小能手 真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众所周知 作为国内最年轻的奥运会三金王 全红衬在跳水界的成就 可谓傲视群雄 他的努力和付出 让人感到敬佩 但他的生活态度 同样值得一提 在国家队里 他不仅要进行严格的训练 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国庆假期对于他而言 终于是一个放松的机会 而他的队友 跳水名将陈若林 面对媒体时不忘调侃 你们看 国庆七天假期 很多人选择去旅游 晒美照 但我们的全红衬 却选择了回家和家人团聚 这小姑娘年纪虽然小 但心态成熟 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这句话不仅引发了笑声 更揭示了全红衬的真实面貌 尽管年轻 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冷静与睿智 当媒体问及全红衬打包的原因时 陈若林更是直言不讳 她从来不会浪费 一有吃不完的东西 她总会打包 至于我妈 倒是有点小懒 总是要她来提 这种轻松的调侃 不仅让人忍俊不禁 更让大家看到了全红衬在训练和生活中不同的一面 有人可能会问 打包圣菜 这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 其实 这种行为反映的不仅是节俭 更是一种珍惜与尊重 无论是金牌获得者 还是普通人 生活的态度往往体现在细节中 而全红衬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哪怕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 也不要忘记生活的本质 这位年轻的冠军 用她的亲身经历 诠释了生活的真谛 在舌尖上留下的 不只是美味 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理解 她所展现的并非是一种奢华 而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珍惜 即便身为公众人物 身边环绕着无数的追捧与欢呼声 她依然保持着简单和淳朴 令人心生敬意 而在这顿火锅盛宴中 围绕着全红衬的并不仅仅是美食 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家人 朋友 围坐在一起 共同享受着这份简单的快乐 每一次的欢笑 每一次的碰杯 都是对生活的庆祝 正如陈若林所说 全红衬就是这样 她的生活从不乏味 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刻 都充满了欢乐和温馨 打包圣菜 并不是全红衬的独特行为 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美德 与其大口吃肉 好起冲天 不如将剩余的食物带回家 既减少了浪费 又为自己多留一份美好 可惜的是 很多人对此并不以为然 似乎在他们看来 打包是一种低人一等的表现 然而 这种想法其实是相当可笑的 有人总是在奢华的生活中游走 嘴里嚷着要享受生活 却在浪费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 全红衬无疑为我们做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她用简单而朴实的方式 重新定义了生活的意义 或许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明白 真正的优雅并不在于身外之物 而在于对生活的态度 看着全红衬开心地打包着剩菜 不少网友也纷纷调侃 这打包技术 不输给专业的外卖小哥 这一句玩笑话让全场都笑了起来 也让大家意识到 她的节俭并不意味着小气 而是对生活的感悟与智慧 这个国庆假期 或许全红衬不仅收获了亲情与友情 更重要的是 她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身边的人 让大家在欢笑与美食中感受到了生活的真谛 打包并不丢人 反而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陈若霖与全红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道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